而在秀林湘民代表会 第二十二届第一次的定期大会当中 九号是由湘民代表游青龙 白氏以两位代表来进行质询 针对了嘉湾部落周边观光设施 富士部落真摄文件站等议题提出建言 秀林湘民代表会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九号上午是由湘民代表游青龙白氏议 并且针对部落的观光和文化健康政 真摄议题提出建言 嘉湾部落没有那么多的景色 或就是说帮帮点让游客住居 所以应该不是馆长的问题了 那这个我不知道我要问的一个处事 比方说可不可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先行的规划 在新条村民说我们再来做一个 怎么样去征收一些地不会很大 有步道不只延伸到向下一个多工的集会所 去形成一个比较可以有一个景点像建筑不到也是好 现在就是有一个项目所内边的地址有项目所管理 而不是他们 我跟湘民清楚 对 那这样的部分农津克当时蔡克桑他说要做长远的计划 因为我们像长当时跟我提到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要兴建大楼 相互的大楼可能会先暂时做发生事的地方 一天到这样子我们当然不能强求 我们不能主导我们相互出一个行政业 我们非常地尊重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我一直在观察那个地方真的是杂草重生 我们清点就定时地去割草 但是草非常地快 非常地快 我想这个部分有关于那个部分 如果假设好我们要先设定 如果是要设文件站的话 我们农津克和湘民主义 湘民主义比较快想我们应该会说 你有什么看法呢 新闻相当我会表示 对江湖部落的公关景点设置一事 必须要经过通盘检讨 以及部落主门的共识 未来才能够有发展性 另外针对富士部落正式文件站一事 新闻相公署秘书潘美莲也提出说明 我们就是规划那个地方 是做我们农特产品工艺的一个长寿的中心 做一个行销的一个基地 之前我也听到我们还需要代表 你知道我们终于是这个有关农特产行销的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吗 我们姓名销这边公有一定是有限的 现在这个公温断目前在办理公用的进度 现在是已经还在做审核修正的一个阶段在 所以目前如果说白片导师一直说一致反映说 富士人在办公用核修正作为你们富士车的一个文件站的场所 会变成说跟我们产业的计划会有充斥 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说我来自然能够提亮 因为毕竟我们秀林乡以农品居多 我们农品这边在我们行销的平台 哪里可以作为比较完善的一个地点 可以让我们的农民去找势去行销农品居多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长远的规划在这里 宣核公司表示 对于代表们同仁建言都会进行全盘的规划 与部落族人们沟通和协调 希望和部落族人们共同来努力来建设的地方 记得就关于宣核公导